美國總統拜登在美國時間星期四表示 美國將會協防台灣 美國有承諾協防被中國宣稱是領土一部分的這個島嶼 不過白宮隨後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星期四 在馬里蘭州首府巴爾的摩舉行了一次市政廳會議 美國總統拜登就範為廣泛的國內國際問題 回答了主持人傅柏的提問 在被問到如果台灣受到中國的攻擊 美國是否會協防台灣的時候 拜登總統說美國有協防台灣的承諾 不過白宮發言人隨後表示 拜登當時並不是宣布美國政策的任何改變 白宮發言人說我們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對於拜登是否口誤這名發言人拒絕進一步自癖 這名發言人又說美國對台灣的協防關係 以台灣關係法作為指導 根據這項法律 美國將承諾將支持繼續台灣的智慧 美國將繼續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 台灣亦對拜登的說話作出反應 總統府發言人張神涵說 台灣注意到泰登總統的有關談話 自從拜登上任以來 美國政府以實際行動展現出台灣堅如磐石的支持 不過他亦強調台灣的立場亦始終如一 這就是遇到壓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無盡 他說台灣有堅定的自我防衛決心 將會持續與你不相近的國家共同為台海 以及印太區域和平穩定貢獻良善力量 中國在星期五就呼籲美國避免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的信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當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 我們敦促美方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 在台灣問題上謹言慎行 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中國在核心利益上並沒有妥協餘地 他又呼籲美國方面遵守一個中國原則 在台灣問題上敢言慎行 Jlee th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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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